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新聞 大家會看到這條蕉出現 為什麼這條蕉在這裡呢? 因為最近玩一些很新穎的 變臉軟件 還在試它的功能 看看有沒有新的東西要玩 有條蕉在這裡 遮住臉 微剃鬚 變成臉 鬚筋會比較好 今天有一宗台灣 台中有個阿sir的新聞 台中市有個阿sir 分局有個姓C的三柴 基層警員 懷疑是揭發他們的長官有舞弊 他自己走出去 不停檢舉別人要為例怕車為停 搞到要遭到民怨 最近無預警下 收到警局發出的 調職公文 即不是守水堂 不過要去到原本 警署27公里外的海線工作 那真的是守水堂 他自己出面的指巷 就說自己 遭到無理由的 處分 發配邊疆 現在台中的警察局長 拍檯動腦 就說這個警員身為執法者 沒有法治觀念 為所欲為 主管單位就說 因為巧合不佳 即是他的成績不好 以及涉及刑事案件 才會調職 就看一條片 看片等等 看片有沒有聲出 測試 聲出 掛股 無聲 無聲 看這個 等等 今天換了一條招 換了一些 器材 連七八兆 現在 看看 有聲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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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有基層員警大動作 開記者會控訴 自己遭到懲罰性調職 大喊不公平 其實完全沒有給我任何 一分一秒的救濟的時間 對我來說是不公平的 施行員警指控遭警局 無理由的流放邊疆 5月11號收到調派的公文 隔天一早8點半就得報到 他從市區的水南所被調到海線大安所 通勤距離從1公里變27公里 今天我為其他的同仁發聲 今天我為了舉發所長貪污舞弊的事件 而被告 這樣算是我涉及刑案嗎 我不懂 五分局很明顯是未曾先判一個事情 施行員警認為自己強力取締為庭 又舉發所長疑似貪污 通往控訴卻被告才遭調職 而在議會質詢的台中市警察局長 蔡昌博卻罕見動怒 身為執法者沒有法式觀念 為首亦為 造成很多的明鏈也造出多次的詞問 他不只開委庭而已 他根本從市警察局長 根本沒什麼獎勵 都是處分 警察局長罕見撂下重話 公開批評這位員警 就連五分局也立刻出面澄清 員警指控都不是事實 會有懲罰性的調動的情勢 我們都有具體的事實的一個調查 是以事實不符的 刑事的部分我們都會依照這個規定 來調查之後來移送法辦 到底是報復調職 還是因為違反品操風紀 目前雙方各說各話 還鬧上了新聞版面 警局負面形象再添一筆 東三新聞蔡麗翰 林天靜 張成元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現在兩邊在爭辯 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 剛才那個警察局長 先看看 這裡 不是這裡 講不出口 可能身有屎 這裡是條友的局長 現在就看看之後發生什麼事 看看第二個電視台的新聞 這個厲害 這一單是沒有片的 看看有沒有片 有沒有片 有片 看個片 先 像是有片天靜 我跟我在這兒 說什麼 我跟他一樣 我跟他一樣 這一段 的 我跟他一樣 是 這是 什麼 我跟他一樣 我跟他一樣 有些人 有些人 對 三 因哀告伤害罪遭到士林地检署起诉 这起冲突发生在台北市大同区 两人因为车子问题闹进法院 但小黄计费表其实经过层层检验 核对计费表资料确认没有问题 就会开始检测 计程车没两年受检一次 第一关检查计费表封条是否完整 如果被破坏 视同检验没通过 违规上路最高开罚7万5 下一关确认计费表是否依照里程跳表 检验合格会贴上合格贴纸 清楚表示检测年月份 上面还有QR Code提供乘客扫描 确认检验资料 但如果真的有疑虑该怎么办 跟我们局里面来做申诉 来做检举 那另外也可以通过台北市公益处 这边的管道 那西北市交通局这边来做一个 标检局统计 去年接获24件申诉 其中两辆计程车不合格 今年1到4月11件也有两件不合格 只要收到申诉 最会通知问奖重新检测 严格把关保障乘客权益 这一单新闻呢 就是有个男人截的士回家 搭车过程中发现他跳标 快过心跳 怀疑的士的标被人做了手脚 提早给钱下车 之后就跟的士司机起冲突 之后司机喷他辣椒水 喷到那个人的眼睛 之后那个人就告他伤害罪 香港和台湾都是很厉害的 都是会有人向的士的标做手脚 男人的乘客是跟司机反映 跳标跳太快 不想再踏下去 司机不满意 他的收费咪标遭到质疑 一时失控 就喷辣椒水 最后被士林地检署起诉 原来这些标在的士出厂之前 需要去到这个政府的经济部的检验局 就要做一个检测的 就是要打开在位置测试的咪标 去年接获24宗的投诉 有两个的士不合格 收到新数之后 就会要求的士司机重新检验 刚好读完 好 看看下一单 这一单 这一单 刚才那单不是的 刚才那单是较早前的 看这一单 这一单比较精彩 大家有没有用手机看咸片呢 各位 台中有个男人 在去年12月期间 在连锁咖啡店 外面的騎楼 就是Starboard 就坐在那个騎楼外面 阳台 騎楼 騎楼 用手机看咸片 搞到民众 有民众发现他在看咸片 报警 警方就 依照社会秩序 违护法 拘捕了一个看咸片的男人 台中法院就认为 这个男人 性赛的男人 这个咸濕菜 就用手机看咸片 并非营业 也都没有跟人分享一起看 最后就 不乏的 判决书就指出 这个姓赛的男人 在去年12月底 坐在某间 连锁咖啡厅的 騎楼 上面 用手机看咸片 有民众看到 不满 报警处理 想起小时候去网巴打机 旁边的阿叔 看咸片 公主同好后面 整堆人变成了戏园 警方到场之后 就拉了他 有一行叫做 公众场所 或公众得出入场所 唱演及播放任辞 为剧 和其他善良风俗之 技艺者 我们不可以公开唱 在台湾 太可憐了 原来是不行的 差点犯法 我差点想唱 不要唱 原来 法官就参考 以前的一个 人事所编的警察法规 里面指出法条 是针对公众场所 直接演唱 试听和其他器材传送的方法 藉着声音和影像 给公众直接收听收体 为目的的荒荡 延迟淫乱 试听和其他器材伤的表演 性质上属于营业表演 即是那些什么华西街那些 哦 没什么 呃 还是 并且 就是要这个 可供不特定 多数人共同观众 即是以前的 丽丸 香港的丽丸 我还没出生 那 就 法官认为 这个男人呢 姓蔡的 色彈成自己在 骑楼看咸片 但是这个姓蔡的男人呢 就用自己的手机 进入网站看咸片 纯粹单纯瀏览和观看的行为 没有盈利和分享给其他人看的行为 并非营业 也都没有分享给其他人看 不符合法条中的演唱演播放 还有没有积极证据 一个色彩有違法 所以就不罚 预知不罚 看完这宗新闻才知道 原来不可以在街上唱咸片歌 好在最近有忍口 原来犯法的 诶 罚多少 看看先 做个心理准备 如果罚这个是罚多少 看看先 啊 唱咸片歌 罚多少才可以的 啊 啊 如果罚多少才可以的 不是说的 不少法规 哦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3日以下的拘留 不少法规 或者罰台幣12000元 下次代定幾萬元在街上唱禪園中星 今天星期二的新聞到這裡 多謝各位 拜拜 先看一條招